那现在我们来拍一下它是3号 它是个连排 连排3号是最大的 目前是卖完了 然后如果大家还是喜欢3号户型 现在还剩3个 但现在还没有release出来 所以没有价格 那一个就是这个样板房 那除了一个2号样板房 和这个3号样板房是角落位 剩下的都是在里面的 那不管是1号2号3号 也全部都是在里面的 然后这一个小区其实是有这种小毒洞 小毒洞是吧 和连排组成的 小毒洞他们很早就卖完了 卖的最好 那时候也是90 我记得开盘是90万左右吧 然后到100万出头这样子 底下就卖完了 那时候这些卖70多万的时候 样板房非常漂亮 价格 销售说可能要到100万以上 因为它又是角落位 又是样板房里面剩计非常多 那可能中间的会稍微便宜一点 3号和2号不一样 3号底下就多一个卧室 4房的 4房3.5位 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一楼 然后2楼是起居 3楼是三个卧室 两个客卧加一个主卧 然后有一个小前院 小前院 像这些呢 都是他们已经搬进来的 搬进来 所以前院也有大有小啊 有大有小 这样板间这一排床还高一点 它比较不错 所以后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建商 做的东西品质很好 然后户型呢 也很明亮 他们其实很擅长 又做大房子又做小房子 他们在果仁山做的那个 那个房子卖的多好啊 从170-80现在卖到370-80万 全部都要排队那个时候 在底下就有个卧室 像他这个 附入室的 附入室的 就是套房里面的 套在里面的 然后这些都是升级的 它标配都是Granet 就是大理式的 像这种Close 刚刚的Top 全部都是升级 像这种Pain Gray的 橱柜门也是升级 这个还带Soft Closure 当然全部都是升级了 OK beautiful 是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品质很高的 上下都是9尺的层高 全部都是8尺的门框 然后我们看到衣帽间也是8尺 6Panel 这边就是车库 车库锁了吗 车库锁了 就是并排两车为车库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一个Close Closure 一个衣帽间 但进门呢 就是一个楼梯啊 有人不喜欢 但有时候这个价位真的是 就刚需嘛 大家也不考虑这么多了 就都是这样子 只要你不要特殊就行了 大家你要横向比较 我们买房子横向比较 你不是说这个房子 纵向比较来挑它毛病 你只要横向比较 同样花到这个价位80万90万 那有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 并不是说它这个房子有没有缺点 像这些都是没有的 这些Floating Shelf 这边一个Powder 进来这边很开阔 这边确实很开阔 有客厅很漂亮 然后有个露台 那这个露台呢 和二号户型不一样 是在客厅这一边的 二号户型露台是在厨房餐厅这一边的 宽度啊超宽的啊超宽的啊超宽的 它有类似大横厅的感觉的 然后这厨房U型的超大超大 这个厨房真的比比我们家厨房的大 我感觉大多了不是大一点点 你不要看它就是占了空间不多啊 但是它这个整个面积啊很大啊 这操作才很舒服 2-tone 大理石啊 2-tone的 然后裤子和大理石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它也是升级这些柜子什么的 OK 带玻璃的 带玻璃的 你看带玻璃就一定要带灯 这个就做的很到位 Iwan Pacific做的房子带玻璃都不带灯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都是标配的炉头 这没有什么30寸的 但是带风扇的convection 这些全部应该是deftail yeah deftail soft closure front apron farm style 固袖钢鞋也是特别大 commercial gray 然后这个也是升级的 现在现在呢 36寸的冰箱 冰箱呢怎么说呢 我以前呢 还觉得要追求体积啊 要大一点东西放多一点 你看它像这种 短板的多好 浅的 这个冰箱特别好 又很浅 感觉就像嵌入式的一样 但其实也不小啊 空间也没有很小 其实冰箱不需要很大 大里面都装一些 其实也是装一些垃圾 都能用过期的食品 都不新鲜 一直塞在里面 剩菜剩饭 然后South Coast OK South Coast 给他们做的 South Coast很好做的 这餐厅也很漂亮 很大 这边吃六人桌 做个八人桌也没问题 然后侧院嘛 所以侧院 它的窗子又特别大 我真的特别喜欢 它这个侧边的窗子 因为如果你的房子 放在corner的话 那你就要利用到这个corner 你就要把窗子做大嘛 这样才明亮嘛 对不对 大家都付了钱 才买到corner的 你如果corner 还给一点点的窗户就不好 一个小露台 那这个露台和二号差不多 好像比二号稍微大一点点 比二号长一点 二号比较方 我们在外面 我们没有听到 音乐的声音 对不对 里面的这个声音 已经听不到 我们来听外面 有没有高速的声音 因为这个小 其实在高速边上 是有一些隐隐约约 侧流声音 至少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包得到我 现在偶尔有车经过 我们正好讲一下 这边它是有游泳池的 这个小区是联牌 联牌350块钱 物业费不贵 很便宜 在联牌里面 大家很想比较 并不是说听到350 就觉得很贵 大公园都是400 500 我们之前拍的 valencia最夸张的一套 要达到700多块钱 物业费 只是普通的联牌 并不是什么豪华工具 没有代科博车这种 700多块钱 这个厨房超舒服 买这个3号户型 一个是你需要 它楼底下的卧室 第二个就是这个 我感觉是这边厨房 这一块 它没有walking pantry 这个是算它的pantry了 打开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pull out tray 这应该是可以升级的 它没有 这是标配 这个这还普通 这是标准 如果把这个拿掉 尤其是底下 上面一段不会做 底下 把这个拿掉 然后这边做两个pull out tray 就很漂亮了 现在应该也没有办法 因为它都快做完了 没有办法升级 但是就是说 关于任何升级方面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一些细节 可能我这个视频里没有cover到位 那没有关系 大家来联系我 然后我先去跟销售 我来要一份整个升级的清单 有哪些是你买的这个lot 还能够提供的升级 然后它已经升级些什么 所有的明细都会提供给大家 不用担心 竹窝很大 窗窗窗窗 全部都是窗 9尺层高 很舒服 8尺门框 宽度的话 差不多这边我感觉有超过4米 4米 4米上大概 然后这边呢 又是一个它的库鲁士衣帽间 这个就是标准 一个比较方形的一个衣帽间 然后呢 这边也是有 我们看一下是 采光通风都有 Bone Style的衣门升级 我来看到它的Granite Countertop 这Countertop我个人还觉得还 还蛮好看的 因为它其实有一些亮晶晶的东西在底下 所以灯打上去 你看 还是有比较漂亮的 我自己家里也是这样子的 一个2tone的 我是 倒台是这个 然后后面的Primatur的话是白色的Quartz 好 这边它为了做呼应 你看 这边也是做了这个 然后这边也是做了这个 霍颜色的12x24的砖直接铺到顶 不错不错 像这种淋浴房吧 你一做就是无框的玻璃啊 整个档次就上去了 如果大家自己装修 不要去做那种油框的 如果在预算够的情况下 不要做油框的 那质感差太远 Floating mirror Floating mirror当然是升级了 然后自己带Moresight Control 感觉到有 拾起了它自动启动 结束了它就自动关掉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启动 然后主卧有控制 然后楼下应该也有控制 这边是跨越装 中央信封系统 你看这么小的房子 也给大家配这个 不错 洗衣房 洗衣房这次是正好办件的洗衣房了 side by side 然后还给大家柜子 软关的 三楼也都是9尺层高 8尺门框 过来这是一个标配的 附近街 这些都没有问题 没问题 挺好 它前屋是走廊部分 高射地板 它有的卧室铺底 它有的卧室铺底板 它这个是做办公室 它感觉是个办公室 所以它又铺了地板 这边其实是一个小房间 那 这个部位应该就是它的一个衣帽间 然后床是这样放 脚在这边 电视机挂在这里 挂在这个墙上 好 再看另外一个卧室 这卧室是角落 位 刚刚那个卧室比较暗一点 所以它做办公室 那这个就 哇塞 这个好舒服 然后会所 有阿多巴里的泳池 这种家蛮漂亮的其实 还有一个泡澡的 SPA 两个小孩子 或者一个小孩子 你看 你看小小孩子 作为一个started home 没问题的 楼底下一个还能出租掉 对不对 补贴一点 租个1500块钱 所以这个户形象没有 暂时没有 但是呢以后会有 有可能是要排队 对吗 价位呢不知道 估计是90多万 可能甚至到100万 都有可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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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